今年年底的购物季节可能不同于过去的圣诞节 预计短期聘用的职位是自2008年以来最少 根据职业转职服务公司Challenger Great and Christmas 估计美国零售业将在假日购物季节 只增加41万个季节性seasonal职位 这个预测数字代表着自2008年以来 最少季节性招聘总数的一年 不过在宣布招聘计划的主要零售商中 电子零售巨头亚马逊是迄今 唯一表示将增加职位的公司 亚马逊表示它将在假期季节前新增20万名员工 这将比去年的假期工作人数大幅增加 专家表示美国人的消费习惯 最近进转向了集中在必需品上 像是食品杂货 但他们仍在奢侈消费 主要是在国际旅游还有外出用餐等方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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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